桃园铜锤鸡腿 桃园铜锤鸡腿是用湖南桃园地方出产的大种鸡为原料精致而成的 是香菜中的一道传统名菜 它的原料有鸡腿食肢 调料分别是料酒50克 鸡蛋 味精2克 精盐5克 白糖5克 干淀粉50克 胡椒粉0.5克 还有葱姜各10克 香油15克 花椒20克 制作的时候 姜葱拍破加花椒粒 再加入盐 味精 料酒 白糖 和鸡腿揉搓均匀马味儿 酒 盐 鸡腿揉搓均匀 青春 剪出葱 姜 花椒粒 用鸡蛋清打成蛋泡糊 加入蛋清 湿淀粉 干淀粉 演唱 李宗盛 锅上火 烧至三成热食 将鸡腿粘蛋泡糊之后 下锅炸 炸熟之后捞出淋香油即可装盘 桃园铜锤鸡腿的制作关键是 筒子骨一定要裹紧 不然炸的时候容易散开 影响成菜的品质 它的特点是色泽金黄 松 脆 鲜 嫩 炸熟之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